您各位好啊,我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说到这河北溢县呢,我想大伙一定都不会陌生 风潇潇溪,溢水寒,壮士一去西不复还 对了,这儿啊,就是那荆轲它一去不复还的出发地 这里呢,是一个既不缺故事啊,也不缺文物古迹的地方 往老了说吧,这儿有燕下都遗址的五阳台,九女台 往近了说呢,这儿有金柯塔,更有清西陵 这呀,都是人们熟悉的地儿 在义县呢,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国家级保护文物 您可能就不知道 这就是兴龙观唐代道德经床 距今呢,已经整整1300年了 这是中国现存的三座道德经床 体型最硕大,年代最久远,保存较完好的一个 义县的兴龙观道德经床啊,位于河北义县城内的东南 唐开元26年呢,唐玄宗李隆基认为啊,自己是老子的后代 所以呢,就亲自为老子的道德经做著 并堪坎成诗经床,流传后世 这个床身呢,堪坎的是李隆基 玉柱的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 这床顶啊,为八角形飞檐屋顶室 下雕八条几柱 几间雕刻挖笼,有斗拱成多 壮身呢,为八角形的柱体 直径啊,九十厘米 壮身上下为仰帘座 通高啊,大概有六米左右 除壮顶为青石以外啊,其余都是汉白玉石制成 此状啊,孝著老子道德经 是唐玄宗著本 并且啊,是研究这唐代书法的艺术真品 壹县龙兴观的道德经呢 起初啊,就立在这壹县城西的开元观 后来呢,才迁到了城内 八角形的壮身呢 每面宽的大概是四十到四十二厘米不等 各面啊,勘客这道德经文一共八十一卷 是这个唐代书法家呀,苏灵芝所书 那可谓是刚进有力,端雅俊秀 壮身上有楷书大字 太上玄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主 这十八个字啊,分客三面 下尾提的是啊,一周刺史兼高阳军史 奉赤历,开元二十六年岁次,十月八日奉赤历 您看见了没有,这个啊,是皇上让历的 道德经床的经文啊,是按照唐开元二十几年 唐玄宗著本看课的 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墨的老子甲本和乙本出土以前啊 这一周的十课道德经床的校著 是研究道德经的重要实物资料 虽然呢,它有些残破 但仍然是重要的文物 咱们呀,还是那句话 独拔千遍呢,您不如原话一瞥 您要是对这个古本的道德经和唐代的书法感兴趣呢 真应该亲自来瞧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持续更新下期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